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娇动漫基地,都罗大陆来到最新剧情,大师为了唐三来到了武魂殿,见到了旧日情人比比东,可以看出两人之间,这是有着难以释怀的往事。 而比比东如今对大师只有痛恨,所以他明确告诉大师,不会告诉大师双生武魂的秘密,而且就算告诉大师也没用了,因为,唐三正面对举鬼斗罗的追杀,不得不说得罪一个女人太可怕了,比比。 东够是要让大师胜不如死,那么既然比比东没告诉大师双生武魂反噬的秘密,那么唐三是如何解决的呢? 要知道双生武魂有魂魂反噬的效果,有一定的负面作用,严重的甚至会暴体而亡,而唐三之所以能解决是因为这三点。 第一点就是提升身体素质,如果精神、力和体质足够强,那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掌控力去完美的吸收魂魂。 就像之前唐三越级吸收万年魂魂一样,超强的精神力很重要。 这一点唐三有优势,毕竟有着子击魔童加持,而第二点就是提升武魂的契合度。 唐三采用的方法是让其中一个武魂变强,另一个变弱,让强大的武魂占据主导地位,最终完美解决了反噬的情况。 第三点就是拥有神力,想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。 因为神力是特别罕见的,而唐三在后面的剧情中获得了海神之光这种力量,也可以让他摆脱魂魂反噬,所以双生武魂的问题一般人还真解决不了。 这需要很大的际遇,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